好 接下来我们看7.3跟7.4的这个练习 肺泡内的气体交换是有通过什么样的作用呢 是通过扩散作用 然后含氧血呢 它是纤红色的 确氧血呢 是暗红色的 再来氧气的话 主要携带氧气呢 是红细胞 主要携带二氧化碳呢 是血浆 再来呢 这个吸烟的部分啊 哪一个是致癌物质呢 是这个胶油 胶油是致癌物质 然后一氧化碳呢 跟血红碳白结合过后呢 就让人家缺氧 尼古丁呢 是一种兴奋剂 让人家可以上瘾 然后呢 这个二氧化硫呢 是酸性的气体 会腐蚀我们的肺部 你觉得 吸烟是有益健康还是无益健康 还有两个人去选这个有益健康 这是重分题吧 百害无意义 真的是没有一个益处 不过我有听说了 就是 有一些女生会为了减肥 然后呢 去吸烟 因为他们讲说 吸烟 有研究指出吸烟的人 那个metabolism rate会比较高 然后呢 就会就是能够消耗食物 然后就会瘦一点 当然你为了要瘦去吸烟 我就觉得有点搞笑了 对不对 还有千百种减肥的方法 为什么就是要用吸烟这个方法呢 而且这个会造成你的身体健康是很大的一个损害 所以你要减肥 你可以用其他方法 尼古丁不致癌吗 它主要是 它主要主要啊 我们这边讲的是主要了 主要它是一种兴奋器 所以你如果就是不选的话就不是那么的好了 然后电子烟和香烟一样吗 其实电子烟呢 它就是讲说 我们就没有燃烧的整个过程 对啊 它把燃烧就转换成这个水蒸气 所以它就讲说我们里面是没有浇油的 但是呢 但是呢 毕竟说它其实也是要高温加的那个水 然后呢 你如果只是吸水蒸气 你 你干嘛呢 你不会只是为了吸水蒸气吧 是吧 所以呢 很多时候呢 这个电子烟里面 它也是会放一些香精 然后呢 也会放尼古丁 他们也是要有那种兴奋的感觉 所以到最后呢 这两样东西加进去了之后 再配合 它要高温加热那个 那个水蒸气 所以就会 吸进去不会烫伤 当然它控制那个温度不会 不会说是100度啦 它可能就是稍微的加热 然后呢 再让它可以分散一下 好像喷雾这样的一个模式 然后呢 让它可以吸进去 然后呢 喷出来这些水 当然研究指出那些东西 它加进去的东西 还是会有一定的伤害性 所以除非你是真的是 你买电子盐 你真的只是放水 没有放任何其他物质 这样我就怀疑你吸 吸这个水蒸气来干嘛啦 OK 那你没有必要买这么贵的东西 来吸水蒸气啦 是吧 你不如去 送那 room 走一趟就可以了啦 OK 好 大概是这样子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